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这一期的故事解读 没错 非常感谢我们的patrons 你们给了我们很多想法和建议 同时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们真的非常心存感激 下面一起来听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前驴记穷 前驴记穷 听这个故事的名字 这个故事里面又有一种动物 是什么动物呢 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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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有点像马 驴看起来有点像马 所以驴这个汉字 左边是马字旁的 对 这是哪里的驴呢 是你们老家安徽的驴吗 碗驴吗 不是安徽的驴 也不是东北的驴 东北的驴叫什么驴啊 东北驴啊 东北驴 这个是哪里的驴呢 钱驴 钱 有很多钱的驴 不是 这个钱啊 是贵州 哦 是贵州省 嗯 是中国的贵州的一个地方是吧 贵州的驴叫钱驴 嗯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省份 都有一个名字的简称 对 都有一个汉字来做它的简称 比如说我们鸡驴叫鸡 嗯 你们安徽叫 碗 比如说贵州叫 钱 对了 钱驴 贵州这个地方的驴 这个驴怎么了 寄穷了 这个驴寄穷 穷就是没有了 用完了 哦 什么用完了 寄就是本领 本事 哦 它的本事用完了 它的本领 用完了 寄 本领 穷 用完了 对 本事用完了 贵州的驴的本事用完了 那它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据说 古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哦 据说 什么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古时候 据说 古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古时候 嗯 时候就是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时间 古 就是古代 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 很长时间以前 叫古时候 叫古时候 明白了 古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嗯 你怎么知道 古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据说呀 据人们说呀 据说 古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据说 嗯 就是听别人说 对啦 据就是根据 依据 从别的人那里来的 从别人那里来的 嗯 就是根据 别人说的 根据 别人听 别人说的 这个叫 据说 哦 据说 古时候 贵州 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嗯 所以 如果有一件事情 是 古代的人 说的 古代的人 告诉后来的人 这样子 你可以说 据说 嗯 比如说 据说 啊 很久以前 在杭州的西湖 有一位 俊俏的书生 叫 许仙 嗯 她遇到了 一位美丽的 白蛇娘娘 叫白娘子 嗯 据说 很久很久以前 天上有十个太阳 嗯 后来后裔吧 她 把九个射掉了 嗯 据说 嫦娥是后裔的妻子 嗯 据说 嫦娥飞到了月亮上 对了 这就是中秋节的由来 还有什么据说 我们以前讲过的 很多这种古代的故事 还有什么 据说 盘古是吧 嗯 据说 以前 从前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天和地 是盘古 开天辟地的 对了 据说 古时候 贵州这个地方 没有驴子 那会发生什么呢 有个商人 从外地运进来 一匹驴子 有个商人 从哪里 运进来一匹驴子 外地 有个商人 从外地 运进来一匹驴子 哦 有个商人 从别的地方 运进来一匹驴子 对 外地 就是不是 贵州 不是贵州 是别的地方 这个叫外地 有个商人 从外地 运进来一匹驴子 嗯 所以 可以说外地 就是不是贵州嘛 不是贵州的地方 叫外面的地方 别的地方 那你可以说 这个人 他不是贵州人 他是外地人 哦 但如果这个人 是贵州人 你可以说 这个人 他是本地人 对了 所以 不是贵州 你可以说外地 如果是贵州人 可以说本地 对了 嗯 对 比如说 我去安徽的时候 因为我不会说安徽话 所以别人一听 就知道我是外地人 我不是本地人 没错 然后他去我的老家 去吉林东北的时候呢 因为他一说话 别人也听不出来 他有东北口音嘛 所以大家也知道 他不是吉林人 不是吉林本地人 是个外地人 没错 我是个外地人 嗯 所以 谁从外地 运进来一匹驴子 商人 有个商人 从外地 运进来一匹驴子 商人 嗯 商 商人就是 做生意的人 哦 经商的商 嗯 就比如说 呃 我有一家商店 嗯 我开商店 我卖吃的 卖水果 还卖用的东西 卖卫生纸什么的 那我就是个商人 嗯 再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人 他卖戒指 呃 女孩子戴的戒指啊 还有耳环啊 很漂亮的珍珠 他也是个商人 珠宝商人 嗯 还有的人 比如说卖冰箱 电视 洗衣机是吧 嗯 那就是卖家电的商人 买家电的 嗯 还有的人现在在网上 用电脑来卖东西 那你可以说 这些人是电商 电子商人 电子商人 那电商不是电子商人的意思吗 呃 电商就是在网上 做这种买卖的交易 哦 所以电商是有买也有卖的 这个叫电商是吧 对 嗯 好 所以有个商人从外地 运进来 一匹驴子 所以商人想拿驴子 做什么呢 嗯 我觉得因为他是个商人嘛 他可能想拿驴子挣钱 嗯 那他怎么拿驴子挣钱呢 你觉得呢 呃 我觉得如果我是商人 我送一匹驴子到贵州 我可能会把这匹驴子 卖给别人 嗯 因为贵州人没有见过驴子 所以我可以 把这个驴子卖一个 很好的价钱 或者我可以让驴子 拉东西 嗯 拉东西去卖 哦 就是驴子相当于你的车 对不对 对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贵州山多 驴子派不上用场 但是贵州山多 驴子用不上 对 你听的是对的啊 派不上用场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驴子的 嗯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驴子 然后呢 因为贵州有很多的山呀 所以呢 驴子走路的时候也很困难 所以呢 不可以用驴子去拉东西 嗯 所以商人本来想用驴子 驴子赚钱的 现在他可以用驴子赚钱吗 不可以了 嗯 他不可以用驴子赚钱 那他可以有一件事情让驴子去做吗 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 派不上用场 嗯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在生活里面没有需要的地方 这个就叫派不上用场 对了 嗯 想想我们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派不上用场的 很多呀 你来说 你买的很多东西都派不上用场 哦 是的 我比较喜欢买东西 但是很多东西好像买了以后都没有用得上的地方 都没有派得上用场 没错 对 想想上一次 我们去哪来着 我们去沙滩是吧 嗯 我们去沙滩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没有派上用场 嗯 上次去沙滩的时候 我们的伞没有派上用场 哦 因为因为风太大了 哦 对 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太阳 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用伞 所以那次我们的沙滩伞就没有派上用场 对了 我们的沙滩伞 嗯 没有派上用场 嗯 我记得还有一次哦 是四月份的时候 嗯 我们出去玩 嗯 然后我觉得天气可能会很冷吧 所以我就拿了一件很厚的外套 结果呢 去玩的地方天气很热 所以我的厚的外套没有派上用场 没错 嗯 所以你可以说什么东西没有派上用场 你也可以说什么东西派不上用场 商人只好把驴子放到山下 让它在那吃草 溜达 商人只好把驴子放到山下 让它在那儿做什么 吃草 溜达 吃草 溜达 溜达就是走路的意思 哦 溜达溜达 就是一般是不是走得很远 就是在 比如说 你每天吃完晚饭 你看你的家 你出去溜达溜达 哦 吃完晚饭出去溜达溜达 嗯 就是去一个离你家不是很远的地方 走一走 叫溜达溜达 在你家附近走一走 叫在家附近溜达溜达 嗯 所以驴子啊 每天在山下 然后吃草 吃完草以后 在附近 在不远的地方 走走步 溜达溜达 嗯 走走路 溜达溜达 那会发生什么呢 一天 从山上跑下来一只老虎 一天 从山上 跑下来一只老虎 嗯 老虎来了 哇 哦 老虎 嗯 这个老虎是贵州的老虎 对不对 嗯 我们看一下贵州的老虎是什么样的 那个贵州的老虎可不可以叫前虎啊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以前 我的脑袋里还想过 哎 是不是可以叫它前虎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说东北虎 是吧 嗯 哎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贵州有老虎 对 还有华南虎 嗯 是吧 对 可能在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古时候的时候 贵州那边还是有老虎的 啊 因为那也已经是几千年的事情了 是吧 嗯 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 嗯 对 可是现在贵州那边可能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老虎 但是其实在中国的话 东北还是有一些老虎的 叫东北虎 东北虎 嗯 贵州的老虎也从来没有见过驴子 贵州的老虎也从来没见过驴子 对 哦 因为 和贵州人一样 哦 因为以前贵州没有驴子 对不对 嗯 所以人没有见过驴子 那老虎当然也没有见过驴子了 突然看见这么个庞然大物 心里有点害怕 哦 贵州的老虎突然看见这么个什么 庞然大物 突然看见这么个庞然大物 庞然大物 嗯 庞然大物是一个成语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庞大 非常非常的巨大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 是吧 对 叫庞然大物 庞然大物 那 它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呢 心里有点害怕 贵州的老虎从来没有见过驴子 突然看见这么个庞然大物 心里有点害怕 嗯 谁见到谁不害怕呢 对 如果你以前没有见过驴子 然后你第一次看到一个像驴子一样的庞然大物 你会害怕吗 像驴子一样的庞然大物 我没见过驴子 像驴子一样 对啊 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 但是如果你见到了一个旁人就是 如果你见到了驴 驴是一个旁人大物 你会害怕吗 我觉得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马呀 哦 所以你会觉得 就是很像 所以你不会害怕是吧 对 嗯 那可能这个老虎也没有见过马 嗯 没有见过马 没有见过驴 那 这个老虎做了什么呢 他慌忙躲进树林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他慌忙躲进树林 做什么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嗯 动静就是他的声音 他在做什么事情嘛 嗯 嗯 其实动静 动就是动嘛 你活动的时候 我走路啊 我跑步啊 我吃饭啊 就是我在动 嗯 静就是我坐着 我没有说话 我没有出声音 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 我是安静的 是吧 静止的 所以动静就是一个人做什么 或者说一个人的声音 嗯 对 动静有的时候是声音的意思 嗯 你可以说 哎我听了听 我听到有人敲门 哎 我推开门一看 没有人 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嗯 所以这个老虎啊 他去观察驴子的动静 没错 他怎么观察驴子的动静 偷偷 他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偷偷 嗯 偷偷就是 他不要让驴子看到 他在看驴子 哦 所以驴子不知道老虎在看他 对 所以是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对 嗯 就比如说 昨天下午你在沙发上睡觉 我不想声音太大吵醒你 所以我 偷偷的 吃冰淇淋 对 所以我偷偷的 打开冰箱 拿出来一根冰淇淋 开始吃冰淇淋 嗯 嗯 那这个老虎在哪里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老虎在树林里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哎 他怎么去树林里的 他躲进了树林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他躲进去了 嗯 他躲进树林 所以 驴子看不见他 对 躲 如果你不想让一个人看到你做一件事情 或者不想让一个人看到你在哪 你可以躲起来 哦 有个游戏叫躲猫猫 嗯 躲猫猫就是 常常我和我孩子会一起玩 嗯 我的孩子会说 妈妈你躲起来 然后我来去找一找你在哪 叫躲猫猫 嗯 所以就是你找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人看到你 没有人能找到你 这个叫躲起来 但是每一次你跟孩子玩游戏的时候 我觉得孩子找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 嗯 对 每一次孩子躲的时候 他们选择这个躲起来的地方 都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地方 对了 常常 还有就是常常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 比如说小偷偷了东西 是吧 嗯 他要躲起来 因为他不想让警察找到他 对了 嗯 所以老虎是怎么样躲到树林里的 他很紧张啊 所以他是 慌忙躲进树林 哦 慌忙 嗯 所以慌忙是很快的躲进树林里的吗 还是慢慢的找一个地方躲进去的 他很快的 很紧张的 躲进了树林 哦 因为他有点害怕 有点紧张 所以他很快的就是 在树林里找一个地方 藏起来了 对 慌张 急忙 是吧 慌忙 嗯 对 你可以说慌忙 还可以说急忙 还可以说慌张 嗯 慌忙躲进树林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这里面的观察就是看的意思 对了 所以 一天从山上跑下来一只老虎 那贵州的老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驴子 对不对 他突然看见这么个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他心里很害怕 庞然大雾 对 然后他很快的躲到一个树林里了 慌忙躲进树林 然后他 他 偷偷的看驴子做什么 偷偷观察驴子的动静 嗯 那 老虎都看到什么了呢 一天过去了 老虎没有看出驴子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本领 他在那偷偷观察了一天 嗯 这一天他看到什么了吗 他没有看到驴子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本领 老虎没有看出驴子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什么 本领 老虎没有看出驴子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本领 本领 对 本领就是一个人能做的事可以做的事 嗯 你有什么本领 我有什么本领 我的本领可多了 比如说 嗯 我会做饭呀 嗯 我会看孩子呀 做饭的本领 我会洗衣服呀 洗衣服的本领 我会擦地呀 我会给我老公做饭 我会给我孩子做饭 我会给我老公洗衣服 我会给我孩子洗衣服 不是洗衣机洗吗 我有很多这个当妈妈的本领 还有当妻子的本领 对了 当妈妈的本领 嗯 那你 我还有别的本领啊 比如说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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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中文讲故事 你会用中文讲故事 嗯 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英文讲故事 嗯 你还有什么本领呢 嗯 我还有什么本领啊 你会不会骑自行车 我会骑一点点自行车 所以 那不算是我的本领 我会做饺子 你会做饺子 你有 对 做饺子的本领 你会说外语吗 说别的语言吗 会说英文啊 会说一点点 别的语言 我还会 换呼拉圈 换呼拉圈 嗯 那你会开车吗 开车算本领吗 应该也算吧 哦 因为需要学习的 对 我也会 我也会开车吧 对 你有什么本领吗 我的本领 不太多 嗯 嗯 我知道你的本领啊 你会爬树 他爬树爬得可好可快了 哦 对吧 你是说我是老虎吗 你是人 你是会爬树的人 哦 我觉得我 我的本领是 我会 种菜 其实我 我听到本领这个词 我首先会想到 你知道是谁吗 谁 孙悟空 哦 孙悟空 你要说谁有本领 真是孙悟空本领才大呢 没错 72班本领 对了 如果你不知道孙悟空 你可以去找一找 嗯 所以就是 说了这么多啊 我有一些本领 但没有什么神奇的本领 嗯 我觉得你也有一些神奇的本领 哦 谢谢你 比如说爬树啊 然后到河里面去捉鱼 有点像孙悟空似的 是吗 嗯 哦 谢谢 我爬树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你爬树干嘛 你不捉鸟吗 鸟窝吗 对啊 他喜欢 对 爬到树上去抓鸟 或者是跳到河里面去抓鱼 噓 噓 不要告诉别人 警察知道会抓我的 嗯 那么一天过去了 老虎没有看出驴子 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本领 哦 所以驴子没有什么大的本领 是吧 老虎没有看出 就有点像我似的 你说你是驴子啊 对啊 我觉得我挺像驴子的 但你绝对不是驴子 不你啊 真有点像 你有比较神奇的本领 我觉得你像驴子 是因为你比较倔 噢 是吧 嗯 什么是倔啊 倔就是倔强啊 噢 我以为倔是漂亮的意思呢 哦 对 好 那第二 那这个老虎没有看到驴子 有什么神奇的本领 那他还会做什么吗 诶 我觉得如果我是驴子的话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为什么 不说了 不说了 我觉得如果他说我是驴子的话 我觉得他是猴子 哦 猴子可以 对 好 第二天 诶 对了 猴子不就是孙猴子吗 孙悟空啊 对啊 我觉得你挺像孙悟空的 嗯 第二天 老虎 捏手捏脚的 走出树林 诶 这老虎是不是每天很闲啊 没事做 好像他每天 就是像二溜子一样 游手好闲的 他就 我觉得他有这个时间 他可以陪陪他的家人 或者说 他到树林里去找点吃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一天到晚 就想着驴子的事 我不知道 因为驴子很美 因为贵州没有驴子 他没见过 他好奇 嗯 好吧 第二天 老虎怎么样走出树林 你觉得他会很大声 哦 的走出来吗 还是会 悄悄的走出来 我觉得他会 悄悄的走出来 为什么他要悄悄的走出来 因为他说 老虎捏手捏脚的走出树林 哦 老虎捏手捏脚的走出树林 这个捏手捏脚也是一个成语啊 对 这个手和脚是什么样的手和脚呢 捏手捏脚 捏手捏脚就是小声的走出来是吧 对 不让他的手和脚发出声音 对了 静悄悄的 悄悄的 偷偷的捏手捏脚的 没错 嗯 比如说在他睡觉的时候 我捏手捏脚的 打开冰箱 拿出了一根冰淇淋吃了 然后他醒了以后 他也不让我吃了 对啊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你捏手捏脚 是你怕吵醒我 对不对 对 我是怕吵醒你 因为我在做坏事啊 比如说从你钱包里拿钱花 那当然要捏手捏脚的 嗯 第二天老虎捏手捏脚的走出树林 他为什么要走出树林啊 因为他想驴子了呀 哦 想到驴子跟前摸摸底细 嗯 对了 所以老虎又悄悄地走出树林 去找驴子了 没错 嗯 他找驴子 是想和驴子聊天玩吗 我觉得不是 嗯 他找驴子 嗯 是想看看驴子漂亮不漂亮 哦 是想看看这个驴子 这个旁人大物到底是谁 是吧 没错 能做什么 是吃人的吗 是可以把老虎吃了的旁人大物吗 还是一个可以被老虎吃掉的 嗯 所以第二天老虎捏手 捏脚地走出树林 想到驴子跟前摸摸底细 嗯 想到驴子跟前做什么 摸摸底细 想到驴子跟前摸摸底细 哦 摸摸底细 啊 摸摸什么 底细 底细 对 什么是底细 底细就是具体的情况 哦 哦 到底这个驴 这个盘然大物是什么呢 到底 它吃什么呢 到底它的牙齿是什么样子呢 嗯 到底它的脚有多长呢 到底 它到底有什么本领呢 没错 我到底是应该害怕它 还是不应该害怕它 没错 嗯 它到底是谁 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一个事情 嗯 所以你想去知道 可以说我想去 我要去摸摸底细 嗯 我想知道这个事情 嗯 嗯 嗯 啊 比如说 我们家这边新搬了一个邻居 嗯 这个邻居啊 看起来很奇怪 嗯 他每天看起来都很生气的样子 凶巴巴的 是吗 对 而且我最近看到他常常拿着一把刀 在身上 啊 对 所以我其实很害怕 很紧张 那 所以呢 我决定啊 嗯 去 你要摸摸底细 去他们家看一看 敲敲门看一看 和他们聊一聊 啊 摸摸他们的底细 哦 哇 你真勇敢 嗯 我不敢 对 所以摸摸底细就是 啊 你想知道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情的 一些 一些情况吧 一些细节 对 一些就是 一些基本的情况 一些你需要知道的情况 这个可以叫摸摸底细 嗯 比如说你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然后你找工作的时候 哎 看到这家公司 哎 你说这家公司 以前没有听说过啊 哎 他们给我很多钱啊 哎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 可是他每个月要给我很多钱 这个公司是一个靠谱的公司吗 我应该相信他吗 哎 我得去网上调查调查 摸摸底细再说 嗯 再比喻说啊 哎 前一阵子你不是要买买买一辆车吗 是吧 对了 一辆车 呃 是挺新的是吧 2016年的 对 然后呢 又是 呃 一部很好的车 可是呢 要的钱却很 很便宜是吧 嗯 所以呢 我就提醒他 我说哎 你先不要买嘛 你这个看起来 这个车又很好 又很新 可是价格却很便宜 你应该先调查调查 摸清底细再说 对了 嗯 所以老虎捏手捏脚的走出树林 想到驴子跟前摸摸底细 嗯 发生了什么呢 还没有走上几步 突然听见驴子一声大吼 啊 吓得老虎转身就跑 哎呀 所以他只走了几步路 嗯 然后就听见了驴子 哦 对 这里面的吼啊 就是用你的嘴巴叫出来 大声的叫 这个叫吼 对 嗯 所以老虎呢 被吓到了 对 吓得老虎怎么样啊 转身就跑 对了 吓得老虎转身就跑 跑了一段路 老虎见毛驴没追上来 又小心翼翼的回到树林里偷看 嗯 所以老虎很害怕 老虎害怕呢 他就转过去 他就跑了 跑了一会儿呢 他回头一看 毛驴在后面吗 没有 毛驴没有在追他 毛驴没追上来 哎我现在在想 这个毛驴是不是被拴到树上了 没错 是吧 对 如果毛驴被拴到树上 他怎么可能追上来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商人 把毛驴放在山下 他肯定会把这毛驴拴起来的 要不然毛驴不就跑了吗 没错 嗯 所以老虎看到这个毛驴 没有追他 哦 所以老虎这时候知道了 他需要害怕毛驴吗 应该不需要吧 对 应该不需要 因为这个毛驴也没有追他 嗯 所以老虎又做什么呢 又小心翼翼的回到树林里偷看 哦 他又偷偷的看去了 这个老虎非常喜欢偷偷的 捏手捏脚的 悄悄的 藏起来 躲起来做一件事情 对 这个贵州的老虎挺有意思的 跟我们东北的老虎不太一样 这个老虎怎么样回到树林里偷看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的回到树林里偷看 小心翼翼 嗯 非常小心的样子 嗯 小心翼翼也是一个成语 形容一个人非常非常小心的样子 嗯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小心翼翼啊 比如说如果我在修家里面的电灯的时候 哦 对 如果你家里面的灯坏了 你要很小心翼翼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会有危险的 对 比如说如果开车的时候 嗯 如果遇到了红灯 我也会比较小心翼翼 嗯 那你问我吧 嗯 你什么时候比较小心翼翼 我什么时候比较小心翼翼啊 嗯 我觉得我在抱小孩的时候会很小心翼翼 嗯 特别是抱刚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 对了 因为我不想把这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哪里弄坏 对了 小心翼翼的 嗯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地方你非常的小心翼翼 嗯 用新电脑的时候吗 没有 穿新衣服的时候 哦 对 我穿新衣服的时候会很小心翼翼 因为我不想把新衣服弄脏 穿新鞋子的时候你很小心翼翼 还有用新包的时候吧 嗯 我对待所有的新东西真的都很小心翼翼的 嗯 跟我不一样对不对 我不太小心 对 那老虎又回去了对不对 嗯 那发生了什么呢 慢慢的老虎习惯了驴子的叫声 慢慢的老虎习惯了什么 慢慢的老虎习惯了驴子的叫声 慢慢的老虎习惯了驴子的叫声 嗯 习惯 对 就是因为老虎每天都听驴子 嗯 嗯 那样叫嘛 所以老虎不觉得这个 嗯 嗯 的声音是一个很 很大的声音 或者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声音 他也不觉得这个声音让他害怕了 对不对 对 但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 他非常害怕 对不对 对 那对你来说 有什么事情是你 你开始不习惯 后来慢慢习惯的 很多 比如说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嗯 我早晨非常不习惯吃喝牛奶 吃面包 哦 你不太习惯美国的饮食是吧 我对 非常不习惯 哦 因为早餐一般是冷的 常常是冷的是吧 对 你比较习惯吃热的 对 吃温的 吃热的 嗯 那后来呢 后来习惯了一点点嘛 就是 那个 冷牛奶我还是不愿意喝 但是 嗯 烤面包我愿意吃一些 哦 习惯了 对 习惯了 差不多习惯了 吃面包 嗯 对 你呢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以前不习惯 现在习惯了 嗯 就是 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啊 就是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刷牙的时候 用牙膏的方式不一样 嗯 对 就是因为 你比较习惯 就是随便的挤牙膏 对 但是 我非常不习惯 我比较习惯就是 从牙膏的下面 把牙膏慢慢的往上挤 所以我们两个用一只牙膏 我非常的不习惯 我每次把那个牙膏 就是捋得很好看 然后后来他用过以后就 就是 就完全变形了 那后来我就习惯了 现在我也不从往下捋了 因为 不管我把牙膏弄得多漂亮 都为他给挤坏了 所以我也习惯了 嗯 谢谢 对 所以就两个人在一起 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嘛 对 就是彼此要互相习惯彼此 嗯 所以老虎和驴子 生活在同一个树林里面 那也要互相习惯 这是老虎习惯了驴子的叫声 嗯 驴子也习惯了老虎每天偷偷去看它 驴子知道吗 不知道 一天老虎小心地走到驴子身边 嗯 他又去摸摸底细去了 嗯 他先用脚去踢了一下毛驴 等 毛驴有反应吗 见毛驴没什么反应 这毛驴有点傻吧 别人踢它它没有什么反应 毛驴觉得可能是有人给它挠痒的一样 如果我用脚踢下你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我没什么反应 如果是别人用脚 等 踢了一下你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说 谁 你会踢回去 嗯 所以这个老虎踢了一下毛驴 毛驴没什么反应 就是毛驴什么也没做是吧 我觉得我就是那毛驴在这里 哦是吧 那你觉得我是老虎是吧 你不是 哦 你知道如果 比如说你穿了一串新鞋子 我不小心踩到你的新鞋子 对你 他常常踩我的新鞋子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会很生气的 对了 哎呀 我第一天穿上就给我踩脏了 我肯定会这样说的 对 然后我就 就是不开心嘛 没错 他先用脚去踢了一下毛驴 见毛驴没什么反应 你比较像毛驴 对 老虎又用身子去撞了一下毛驴 哎呀 把他裙子也撞 弄脏了 那会发生什么呢 这下毛驴可生气了 这下毛驴非常生气 毛驴今早上刚穿上了 他最漂亮的裙子 新买的 嗯 毛驴做什么呢 他用高跟鞋去砸老虎的头 他提起后腿就去踢老虎 哦 太温柔了 老虎倒高兴起来 所以毛驴用他的腿去踢老虎 没错 老虎高兴还是不高兴 高兴 老虎为什么会高兴啊 如果有一个动物 会踢老虎 老虎为什么高兴啊 因为老虎觉得 哎呀 你没有咬我呀 哦 你也没有尖筋的牙齿是吧 对 你也不会飞 你也不会吐火 对 你只会踢人 没错 要不然就是没反应 要不然就是踢人一脚 所以老虎高兴起来 所以这里说老虎倒高兴起来 对 这里面的倒啊 就是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说倒高兴起来 嗯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今天下午三点的飞机 嗯 他倒好 现在还在睡觉 现在都两点了 对啊 比如说今天下午三点的飞机 现在两点了 两点了应该很着急 对不对 对 他倒不着急 还在睡觉 还在睡觉 嗯 老虎倒高兴起来 他心里想什么呢 啊 原来你只有这点本领啊 哎呀 原来你只会踢人啊 你都不会咬我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原来是说 摸清底细了 摸摸底细之后 学到了一件事情 可以说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呀 哦 原来我钱包里的钱是被你拿去的呀 对啊 你今天早上打开钱包 发现里面钱没有了 然后你很着急 你说哎 里面有五百块钱 怎么没有了呀 哎呀 是谁偷了 是谁偷了 然后呢 现在我告诉他是我拿的 所以他说 哦 原来是你拿的呀 嗯 所以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再比如说 哎 我在学中文的时候 常常不知道能和会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嗯 后来我听了听故事说中文的 能和会的语法典的节目 然后我说 哦 原来能和会 是这么用的呀 嗯 我看到一个人 跟我一个 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嗯 然后我就上去问他叫什么名字 哦 然后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原来他就是我的小学同学 哦 难怪你觉得他和你小学同学长得像呢 对了 嗯 所以老虎倒高兴起来 心想 啊 原来你只有这点本领啊 于是老虎扑上去 咬断了毛驴的脖子 啊 吃了他的肉 哎呀 毛驴好可怜啊 哇老虎这一回不捏手捏脚 也不悄悄的了 也不藏起来了 也不小心翼翼 铺上去 咬断了脖子 吃了他的肉 哎呦 对 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快哈 你可以说老虎很勇敢吗 我想 我觉得这个老虎其实不勇敢 这个老虎其实蛮狡猾的 对 他观察了好几天 对 所以贵州的老虎还真和东北的老虎不一样 如果是东北的老虎呀 肯定不会先摸底细的肯定第一次看看到 绿色就扑上去要咬脖子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东北的呀 对 开玩笑了 就是说在不同地区的人啊 可能就是在做事上面程序不是特别一样 性格不一样 对 那安徽的老虎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觉得安徽的老虎应该先把手机拿出来 在手机上搜索一下说这东西是什么 然后读几篇文章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去咬这个 这个这头毛驴儿 你说是我是吗 哈哈哈哈 对了 这个是我的特点 就是我 先做一下调查 对 我遇到我不认识的东西 我都会先调查 然后看我有没有把握 然后我再去做 那东北虎呢是不一样的 我不管 我喜欢 我就上 对呀 就等你调查做完的话 这东北虎都不知道吃了几条驴子了 好了 那这个潜驴继穷 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嗯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潜驴继穷 它的意思是说 有限的本领已经用完了 哦 它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本领用完了 有限的 有限的 嗯 就是能数得过来的 不多的 对 嗯 相反的就是无限的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里面驴有什么本领啊 嗯 一会叫 嗯 二 会踢人 对 会踢虎 对 一会叫 二会踢 会撞 三 还有别的本领吗 会撞 会撞 嗯 就没有什么本领了 就一二三一共就三个本领 所以是很有限的 很少的 有限的本领 那有限的本领用完了 那就无计可施了 是吧 就不能做什么了 老虎就不会害怕了 对了 因为老虎说 哎呀 第一你只会叫 嗯 第二你只会踢人 嗯 踢虎 第三你只会撞我 嗯 你又不会咬我 你又不会追我 你又不会吃我 嗯 那我为什么害怕呢 对 嗯 那这个 说到这个成语啊 前我们说过了 是现在的贵州省啊 贵州省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 有很多很有名的东西啊 比如说 最有名的 我最喜欢的是老干妈 哦 贵州的老干妈 对了 还有我爸最喜欢的 贵州茅台 对了 那记就是本领 对 技巧本领 穷呢 用完了 用完了 嗯 所以这个前驴记穷这个成语 其实在生活中 生活中是很常用的 每个人都有前驴记穷的时候啊 对了 比如说什么时候 你有前驴记穷过 我面对我女儿的时候 常常前驴记穷 没错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妈妈 可是每次 当我面对我女儿的时候 我都会望洋心叹 觉得自己前驴记穷 嗯 对 因为我女儿的本领 远比我的本领多 没错 对 每次她哭的时候 我就觉得 怎么办 我就前驴记穷了 我不知道 怎么来对付她了 对了 你呢 你有什么前驴记穷的时候吗 我有一个是跟你一样的 就是跟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前驴记穷 不知道怎么办 对 她的那个记 比我的记还少 对 所以我们家女儿真是 不管谁面对她都是 会感到自己前驴记穷 对了 嗯 那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听故事 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成语故事 前驴记穷 前驴记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也欢迎您在您的播客 Facebook和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到的关注 和好评越多 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呀 如果有更多人知道我们 那就会有更多的人 学好中文 说好中文 对了 同时也欢迎您 把我们的播客 推荐给你的老师 同学和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找到我们 给我们提更多的建议 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鼓励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所有的爱 嗯 谢谢大家帮助身边 更多的人学好中文 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再见